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超烂的 嗨 嗨 嗨 两位老师好 所以我们是随便做吗 随便做 随意 耶 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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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对啊 怎么可能 但是很棒 认识很久也是 真的假的 你俩头一回见 但是我记得说应该是 我当过评审 对 是吗 对对对 当他拿冠军的那一件 哦 哇 都是冠军 我也是美专界的冠军 哈哈哈 有你出场的那个 哈哈哈 找地方坐啊 那我那我上去 那就上去哦 就是就是 还剩三个人 其实我蛮想 就是邀请杨坤老师双羊嘛 啊 双羊啊 坤哥 答不答应 宗伟的歌其实我不是特别熟悉 哲哥的歌我比较熟悉 哦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 要跟哲哥合作一下 对 哲哥 答不答应 还有一位因为说身体的原因 也是你的老搭档 张碧晨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是打个电话给他 对 可以 我们也问候一下他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 哦 哦 对对对 喂 我是总委 碧晨在吗 喂 喂 你还好吗 辛苦了辛苦了 我在我在努力痊愈的路上 加油加油 然后我后面都排蛮多个人了 我还是想说第一个首选是希望说你可以跟我组队 这情商很高 我想知道谁选你了呀 好多 都在抢 都在抢怎么办 十个人全抢你啊 衣服都撕烂了 你怎么知道 跟我组队不晓得你愿不愿意 我超级我的愿意 谢谢毕晨 哇两两组合 哎哎不给力 太太太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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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热热组合热门组合 那我就爱你哦爱你哦挂掉咯 挂掉 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真的很享受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演唱的 就内心就会产生很多画面 后面的参赛者蛮有压力的对 他刚有帮我们取个名字 对 毕晨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这里叫深信不疑 哇两两组合 来龙龙请揭晓正确答案 他们叫张阳组合我给你们写的 哎一张一阳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毕晨 杨宗伟 好久我没见了对 但是再次看到毕晨 其实内心还是很雀跃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们上一次合作的是梁梁的舞台 对 这歌其实给我很大的加持 在那一年 能遇到宗伟哥唱得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反正就聊聊之后 我们很久没有在这种大舞台上一起合作过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碰在一起 就一定要唱大线条的情歌 才呼应观众和听众想看 然后又对得起我们自己 我觉得张杰的角度可能是 她喜欢的那个人呢 不是喜欢她 她是喜欢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是想比较从 就是毕晨的闺蜜的这个角色 因为当我看到毕晨的时候 我也会很想告诉她 就是说 要对爱情不能太怨对的那种心态 去唱的那种感觉 坦白讲我还在摸索 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精情 去诠释这首歌 难 我知道我也一直在 是吧 好难 在找感觉 其实是 这次编曲来得很晚 然后和声 我们俩都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她还一直在练 其实我真的拿到的时候 是昨天下午四点的时候 我前期作业 就只能一直听张杰的版本 所以等于就是有点 把前面的东西都打破 我 我目前脑海里面的那个声音 可能还是张杰的那个版本 你问我 有没有信心 拿进去 那我其实也 不太敢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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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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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她不止一次骗了你 不是等你再为她伤心 她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 她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她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 她不懂你的心为何孤寂 只是她快呀不能呼吸 她不懂你的心 她不懂你的心 她不懂我 她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她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 她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 她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她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 她不懂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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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其实我在跟她唱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踏实 因为她声音一开口的时候 其实就会回缩到 当初凉凉那首歌的情景这样子 17年的凉凉 对 那时候好像才十几岁吧 他们上一次合作的歌曲叫做《凉凉》 这一首歌曲叫做《暖暖》 听完了很暖 刚才听毕臣的唱歌 我脑中只有两个字 就是仙女 对 首先我觉得两位大的唱将 然后演绎这样一首 收起来唱的歌 我觉得很符合 现在很流行的意思 叫做《易碎》 对这首歌是我回去 会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 好吧 谢谢 我第一次听到毕臣唱歌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对 我唯一的一句评论就是说 它是一个可以一开口 就把听众拉到音乐里面 拉到故事里面的这种神级的唱将 所以今天在他一张嘴的时候 把大家吸引到他的歌声里头 我觉得这个是毕臣最厉害的部分 张毕臣 杨宗伟 我觉得在情歌里面算是天花板了吧 真的 算是天花板了 对 谢谢 别的我 谢谢 别的我就不评价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再多的没用 我想其实让咱们这个建英团的老师 跟他们点评一下 对 我们说的全是夸奖 接下来我们到建英团各位老师了 这么好的歌手啊 我能不能听一下毕臣老师 宗伟老师的无伴奏原声呢 我能不能听一下毕臣老师 宗伟老师的无伴奏原声呢 放哪一段挑好的 对 挑好一点 拜托 我能不能听一下毕臣老师 宗伟老师的无伴奏原声呢 挑好一点一段 对 挑好一点 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 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 只剩到快要不能呼吸 好好听哦 在大家听来有瑕疵吗 这个声音一出来 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毕臣老师 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时候 转过一次调 第二段的时候 它的调就变低了 你像在第一段的时候 比较高的时候 那个听得就很鲜 很空灵 很缥缈 然后到了第二段呢 一下来 瞬间又变得浑厚深沉了 一边是十几岁 未经世事的时候的那种少年感 纯净感 然后另一边呢 是我们步入社会以后 那种历经岁月的沧桑感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太多元了 这就是一个一流的歌手 杨宗伟一直是我 经常会跟朋友们聊天 他们会说 你觉得什么叫唱得好 我说唱得好 有很多种标准 对吧 但这其中有一种标准 你就听听杨宗伟 这个叫会唱歌 用一种如速如气的方式 去做一些表达 但是你看起来好像很随意 就把这个给唱了 但是中间他每一个咬字 每一个起伏 每一个亲和众之间的这个 这个是他拿捏了很久的一个结果 所以杨宗伟真的是非常会唱歌的人 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宗伟 送给张碧晨 谢谢二位 能不能重温一下凉凉这首歌 凉凉 凉凉夜色为第四年成刻 化作春你恒乎着我 千千岁月驸马爱人秀 渐渐放飞入水流 杨宗伟 08年的时候已经认识 刚出道的时候就认识 刚出道的时候 对啊 我在香港都靠他 对 他都带我吃喝玩乐 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共同的朋友 在08年的时候 我跟他有一个机会去唱卡拉OK 三个小时唱这个KTV 然后我好像拿麦克风的时间 只有三分鐘 其他部分都是楊宗偉 一直在來著麥克風一直唱 但是我非常非常享受 到十幾年後 沒想到今天我能夠再聽楊宗偉唱現場 非常感動 謝謝伯豪 謝謝 伯豪其實想表達另外一個意思 當時我去買單了 三個小時我唱三分鐘賣全單 哎呀沒有啦 今聲音健身團一致合意 我宣布 天字的聲音第五季第一期 推薦金曲為 由張碧晨和楊宗偉帶來的 他不懂 恭喜張碧晨 恭喜楊宗偉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次來天字的聲音 抱著最大的期待就是說 過別多年之後 還可以跟張碧晨 音樂水準的這個饗宴 又拿到一個金曲 是錦上天花 所以我現在就是樂翻天 對 東陽光仙蟲草 金曲時刻 有請二位來到台前 送上我們的東陽光仙蟲草禮盒 那在旁邊的黑膠唱片上呢 已經印有本首金曲 二位想表達的態度歌詞 請念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們的態度先生 他不懂你的心假裝冷靜 他不懂愛情把它當遊戲 他不懂表明傷害這件事 我指出了對不起就只聲探 請